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現在位於美國的德州 德州就是在美國第二大的州 德州這裏的景色就是一望無際的大平原 和我在上一個視頻裏所介紹的 拉斯維加斯周邊有的景色 可以說是完全不一樣 你們看下我們現在行的這條高速公路 最高的時速可以去到85英里 相當於時速差不多137公里 通常我們所行的高速公路 市出最快都是去到75英里左右 這條高速的行速真的夠高 在德州周圍都可以見到大排量的大車 原因就是這裏的油價相當便宜 比加州幾乎兩元便宜 我特意拍了這裏的油價給大家作為參考 全部都是二折 所以這邊的人駕大車都不會心痛 這次我們過來德州 主要的幾個城市都會到訪 來到德州第一個朋友要帶我們去的地方 就是被稱之為燒烤小鎮的Lockhart 在這個小鎮裡 烤肉就是他們的主要支柱產業 如果想吃最地道最原始的德州烤肉 那就一定要過來Lockhart這個小鎮 當我來到小鎮這裏 我就覺得小鎮這裏的人很熱情 很好人 我過馬路的時候 經過的車都主動停下 搖手讓我先過 還很熱情地跟我打招呼 來到德州 這邊的亞洲人相對數量就會少很多 玩的這幾天當中 我覺得我自己在這裏才是真正的外國人 今天在Lockhart小鎮這裏 朋友說他會帶我去嘗試兩間烤肉店 他就說這兩間店在這裏 都是相當具有代表性的店 首先我們來到的就是Smithy Market 進來的時候就要從這個門進去 其實這個門就是他們的一個後門 從這裏走進來之後 就可以直通他們做烤肉的地方 一進來就可以聞到整屋的木炭煙燻味 可以看看周圍的牆壁 被煙燻到這樣的顏色 進來的道路兩旁有不少椅子 平時這裏排隊買肉的人 真的多到不得了 帳上有很多歷史相片和資料 介紹這間店的故事 聽聞他們整家族的人 都是經營烤肉店的 到現在為止已經經營到第四代了 德州烤肉絕對是德州的美食代表 來到美國的德州 沒可能不去吃烤肉 店裏的物品就是幾十年前所用到的舊物件 再一直向前走 見到煙最多的地方 就是他們烤肉和賣肉的地方 到了到了到了就是這裏 相當原始的烤肉作坊 感覺煙全部在裡面 秋風景真一般 買完肉之後 全身都是煙燻味 哇 店裏的烤肉工作人員非常熱情 叫我買你看他們烤肉的地方 7至7小時 6至7小時 剛才那一路是烤肉烤排骨 這一路是專門烤香腸的 謝謝你 謝謝 謝謝 到時候 會先在這裏買完肉 然後再自己拿去大廳用餐 這裏是沒有用餐具的 全部都是用油脂來包肉 他們的香腸分辣和不辣 每樣都點了些 未吃之前 這個環境 已經深深吸引了我 哦 你先把整個環境 OK 我拿到1.23 1.23 1.36 1.18 1.18 你需要麵和烤肉嗎 在這邊吃烤肉 麵包和餅乾 全部都是不限量的 麵包夾著香腸和烤肉一起吃 是他們這裏的特色 價格十位 這麼多烤肉 才不用30元 三支可樂 差不多是11元 這餐四個人就是42元 然後再把自己買好的東西 拿來這裏自行用餐 這邊吃東西都很有特色 是沒有醬汁點的 亦沒有差 價格收費非常合理 點肉的時候千萬不要貪心 非常容易食製 這裏的烤肉和香腸 全部都是經過木頭炭火烤製 烤的時間需要六至七個小時 吃烤肉 最搭配的飲料 當然是冰可樂 烤肉入口吃的時候 會覺得有少少的制 喝了一口冰可樂之後 就不會有這種感覺 今天我們還想點快牛肋骨 店家就說已經賣光了 所以我們就點了豬肋骨 辣的香腸和不辣的香腸 還有牛胸肉 當烤肉入口的那一剎 真的我整個人都被驚愛了 想不到在美國竟然還有這麼好吃的烤肉 烤肉入口一點都不會搽 帶著少少肥脂入口 相當濕潤 香腸跟我們平常吃的香腸 就不一樣 裡面包著肉質有少少鬆散 這裡的調味沒有用過多的醬汁 即是醬汁 盡可能保持肉的原汁原味 入口就是肉的濃郁的鹹香味 吃完這餐烤肉之後 千萬不要再說美國沒有美食 真的不是開玩笑的 如果以後有機會的話 我肯定會特地過來這個小鎮 吃這一間烤肉 多謝網友的精心安排 讓我可以領略到這麼有特色的 德州烤肉 每一袋肉入口 都是令到我相當滿足 這一餐是我來美國這麼久 是我吃過最好吃的一餐 美式美食 這麼多肉加起來 28.93元 認真不貴 來了美國兩次 每次都在加州 這次終於有機會 出來拉斯維加斯的周邊 和德州逛逛 真的令我感受到 完全不一樣的美國 唱上面掛著的 全部都是他們獲獎的獎牌 這一餐烤肉吃到我損了手指 意猶未盡 你們看看 多少本地人過來光顧 來到德州 對這邊的人的初步印象 身形相當的大隻飆汗 如果按照他們這邊 這樣的飲食習慣的話 真的想不大隻都很難 這間店我肯定逢人就推 所以好不好吃 口碑好不好 完全在靠時間的沉澱和積累 容不得一些花巧 店裡有一位上了年紀的女士 非常熱情和我介紹店裡的物品 她說這張切肉桌 已經用了很多很多年了 質量依然這麼好 在美國這邊 美麗的木材 木質相當堅硬 幾乎可以說是用刀刮 都很難刮到一條痕出來 切了幾十年的木桌 還可以這麼實 在店的後面 這些木材 就是他們用來烤肉所用到的木 在大城市裡 就算有德州烤肉 都做不到有這樣的效果 因為在城市裡 由於環保的原因 沒有可能被你用這麼多木去燒 吃完這間之後 接著我們就去第二間 這間店在橋底 也是相當有特色 聽聞這間店的經營症 之前也在Smithy裡工作過 這間店相對來說比較新正 重新裝修起來 裡面也放了不少古老物件 Lockhack小鎮 又被稱之為The Barbecue Capital of Texas 小鎮雖然少 但餐廳也比較集中 每間店也各有特色 這間店裡賣烤肉的地方 都是煙霧療養 煙燻味十足 給我的感覺 他們也沒有第二種秋風的功能 好像有煙燻味才是他們的最大特色 進來這間店賣烤肉的地方更大 剛才那間店沒有吃成B3 牛肋骨 朋友就說帶我們來這間店試試看 看看有沒有 豬排牛肋骨 還有香腸 都是德州燒烤必食的食品 B3 什麼是? Sauce juice Soda 牛肋骨也賣光了 那我們就點一下牛胸肉和這裡的香腸 來試試味道 剛才搭配麵包 這次搭配cracker餅乾 來試試看 麵包和餅乾全部都不限量 有一點我們就在這裡聊天 說有點不習慣 在這裡吃烤肉是沒有菜式的 非常順水 就是肉和麵包餅乾 再搭配可樂 接著我們就拿進來這裡吃東西 這間店跟剛才那間離比 有一些其他的沙律可以選擇 而且這邊搭配了很多不同的醬汁 剛才那間Smitty 就是寫明沒有醬汁的 這次我們就要了一個原味的腸 再搭配少少少肥脂的牛胸肉 再搭配少少少燒烤醬和辣椒醬 嘗嘗味道如何 試完味道大家一致認為 都是剛才那間Smitty 烤肉的功力會更加深厚 我就更加喜歡吃剛才那間 原汁原味不用點醬汁的烤肉 位於美國德州的 這個Lot Heart烤肉小鎮 如果有機會過來德州的朋友 非常推薦大家 一定要過來品嘗這裡的烤肉 味道絕對不會令到你們失望 吃完這裡的烤肉 你們就會知道 美國不是美食的方望 只是你們未找對地方 吃完之後自行收拾 餐具都免了 既環保又方便 今天的視頻 在美國的德州 Hardlock烤肉小鎮 品嘗最地道的德州烤肉 就跟大家分享到這裡 多謝朋友的熱情款待和安排 我喜歡分享我生活中的點點滴滴 如果喜歡我的視頻 記得關注我 多謝你們的支持